大家好 我是娜英 很开心来脱口秀大会 网上都说我是在逃的喜剧人 我逃了这么多年 还是让效果给逮到了 我觉得效果逮得好 我就是喜欢这种 特别不着调的节目 在姐姐那边啊 我觉得我天天见的都是漂亮小姑娘 现在我就爱看这些搞笑的歪瓜裂枣 我平时在郁闷的时候呢 就喜欢把这个节目找出来看一看 哪段我都喜欢看 我对很多选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特别是杨丽 你是真虎啊 啥都敢挽挽咽咽 姐姐我在这个娱乐圈生存了三日多年 我呢 我觉得应该跟杨丽说一下 开口之前还是要想清楚 哪些该说 哪些不该说 说话一定要客气 要委婉一点 要分场合 对不对 对 这样吧 等我学好了说话 我再教教你 台上有很多一直默默无闻的老选手 知道你们心里头 知道你们心里头特别难受 这姐就得好好鼓励鼓励你们 姐今年都55岁了 不也是在那比赛呢吗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有包袱 反正你们啥地位也没有 我说这话 你们心里别生气 那姐不是故意这样说话的 你们也不是故意没地位的 开个玩笑 我说话直 还好大家都挺包容我的 身边的朋友对我都挺好的 尤其是小周 今天小周呢 她在这儿 我就不说她什么了 挺好看的一个姑娘 就是说话费劲 好啊 说完这话又失去一朋友 我这确实嘴比这个脑子还快 但是好在我自己在专业上 我还行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这样呢 别人就算恨你 也起码带着尊重去恨你 我呢 这人 就是说的比唱的还难听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 我唱的真的就是太好了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全是真的 全是真的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作为领校园 我拍灯的标准特别简单 真实 有话直说 专业要过硬 也希望今天参赛的选手们 展示出真实的自己 千万不要装 毕竟你们知道 娜姐 我最烦什么样的人 谢谢大家 我是娜英 大家好 我是宁静 笑 我上来呢 确实想鼓励一下 即将上场的选手们 我感觉 谁要被鼓励的人是我 那么刚才呢 李淡也说了 上位去的选手呢 就是上一次 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 也就是优胜组 所以祝你们 更上一层楼 那下位去的选手呢 就是之前的这个带定组了 那我也祝你们 不要沦落成他们这样 那比赛呢 确实是特别的辛苦 你像我参加浪节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去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都跟我说 娜姐 你可别太把这事太当回事了 有一第一 比赛第二 还我说 那那等一下 那个姐就是来拿第一的 谁比赛拿第二啊 再说了各位 你说去年脱口学 我亚军 现在在哪呢 你看我之前上那节目 就是啊 去之前呢 也是 当服务员 给顾客抄菜 是不是觉得 特简单 可是你去了 就知道了 这桌客人说 静姐 这菜太咸了 这桌客人说 静姐 这菜有点淡呢 我 那 那 那我就是一服务员呀 那 这个顾客的这个需求 就应该被得到满足啊 于是我就 你俩换个座 其实艺人呢 就是个职业 可是网上呢 就总有人说我 说你演员 你一天到晚呢 你不演戏 啊 走上什么综艺啊 瞎抖抖什么呢 接一听就不高兴了呀 你知道吗 气得我呀 家乡话都快说出来了 嘿 关你的事情嘛 金鸡酱 白花酱 我都拿过 你还要找我证明自家吗 总不能像脱口秀大王那样呗 就是都拿了大王了 还要每年定时 跑到这个地方来证明自己 能行 前年不行 今年行 今年 好像继续又不行了 就是忙活小半辈子 就一直证明自己 实行 实不行 听起来只有我 这个可以给的 其实呀 我还挺喜欢这个地方的脱口秀演员的啊 就是那小眼镜 冯枉智啊 他说他没谈过恋爱 我当时就震惊了 哎 我说 你是怎么忍住的 他说 我没忍啊 是他们太能忍了 我说 嘿 恋爱这件事情 得有自信呢 你看姐 屡战屡败 屡败 屡战 再说了 你长得多帅啊 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小眼睛 你必须得谈恋爱 要不然就向你前辈学习一下 是不是 得勇敢 勇于实践 要亲自恋爱 亲自结婚 亲自离婚 是吧 程鲁 那说回到事业上哈 那姐是超超 超自信的 我觉得吧 一个女艺人 最重要的 绝对不是容貌 是自信 你看姐 今年都快五十了哈 确实笑起来跟过去比吧 更漂亮了 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一种 旁入无人 肆无忌惮的境界 皱纹 有皱纹的地方 那表示 微笑曾在那里 待过 所以啊 你们得努力了 待会儿你们越好笑 姐姐越好看 快说回来了啊 在我们演一圈吧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 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 有一天 观众都有可能会把你给 搞忘记了哦 所以嘛 我们要珍惜这个舞台 珍惜观众赠予我们的荣光 那接下来这个舞台就是你们了 那我就不在这里占用太久 我要到那边去给你们拍灯了 你说当姐姐多不容易啊 不光要提供荣光 还得提供灯光 谢谢大家 我是掌心有光的宁静 谢谢 宁静 太难了 兄弟们 快 谢谢 中文字幕——YK